好为了祈求上苍庇佑安定明星台中的东士巧胜仙师庙开机祖庙 那么从4月20号开始举办了三仙师环台徒步骑不绕境的活动 薪金呢将会在全台16县市以及60间的宫庙 那么8号上午则是来到了花莲 县长席任位以及各级处首长则在盛能工主任委员邱坤成的陪同之下 亲自恭迎圣驾 无畏大雨滂沱 叫班人员扛起足脚 步行来到花莲县政府 为祈求上苍庇佑安定明星 台中东士巧胜仙师开机祖庙 从4月20号开始举办三仙师环台徒步骑不绕境活动 将行进全台16县市60间宫庙 环台徒步骑不活动 从4月20号到6月8号征程50天 刚好今天走到我们花莲刚好是19天 刚好我们来到我们的花莲来祈福 那今天最第二站呢 我们就到我们花莲县政府1点30分 希望呢 我们的巧胜仙师三仙师以及众省呢 可以给我们花莲 经过这次零四零三的地震 可以把我们的心灵呢 抚慰得更好 8号上午绕境团队来到花莲 县长徐真卫及各局处首长 则在盛能工主任委员 求昆诚的陪同下亲自公营圣驾 我想我要感谢大家 人家说人家是好 尤其我们三圣师来到这里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尤其是在明四零三之后 我们花莲7.2级的地震之后 无论是百工百业 其实大家也需要一个安定 那未来当然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活动中花莲生人工也与台湾巧胜 任何业如工仙师文化协会志工团 共同募集捐赠了21万元 要溢住花莲县政府 希望能协助4月份强证灾后的整建工作 而巧胜仙师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木工艺著称 为现代建筑业界信仰的祖师爷 这次特别办理三仙师环台徒步祈福绕镜活动 就是希望祈求上昌庇佑 安定民心 百姓安居乐业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师报导